周杰伦太太昆林上个月才宣布有喜 不过好事并没有接踵而来 因为周董代言的洪嘉藤机车传出 被港商桑子强等人 涉嫌找员工以及亲友当人头 来炒作洪嘉藤的公司股票 短短一年获利高达2000多万 前景昨天晚上漏夜征讯之后 桑子强跟陈志斌 今天分别以80万跟40万元交保 而洪嘉藤股价今天一开盘也立刻跌停 闪避媒体问题走出台北地检署 身穿牛仔上衣的就是这次 涉嫌炒作洪嘉藤股价的桑子强 检调查出桑子强的前妻 是洪嘉藤的董事陈怡如 透过这层关系三年前 桑子强开始利用人头大量买股 上跪后全数出清 不法获利高达2000多万 漏夜征讯后被检方以80万元交保 他的名字就是 洪嘉藤 洪嘉藤从越野沙山车等经营车型起家 近年来为了迎头赶上国产的光阳三阳两大霸主 特别请来天王周杰伦当代言人打响知名度 但股价从60元挂牌上跪以来几乎被腰斩 检调发现桑子强在2012年2月开始 从每股36元的新贵股价开始陆续买进1000多张 但到12月正式上跪后 洪嘉藤当天上跪收盘价飙升到61.2元 桑子强等人全数清空 被检方认定涉嫌哄抬股价坑杀股民 但法律实务上要被认定炒股有一定难度 因为我可能我是自己本身看好这个股价 我可能是本身故意喜欢这个股票 然后我也想要拥有它这个股票去做投资 所以我大量的买进 并不能因为说我事后有卖出 然后就是我有刻意去鸿台股价 这个很难这样去认定 卷入炒股营运的洪嘉藤随即发表声明 表示营运正常没有鸿台股价 此案属于桑子强等人的个人行为 并强调陈一如在2012年还不是洪嘉藤的员工 而桑子强的员工陈志斌 也被检方以40万元交保 后续涉案事正有待检方积极理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